南瓜香氣跟芝麻香氣會一起噴出來 焦氣焦氣也很好吃喔 我們要來做的是南瓜餅 裡面軟Q軟軟的那種 而且南瓜它本身的營養價值是非常高的 你多做一點放到冰箱 你早餐的時候只要拿出來稍微涼麵煎一下 就可以吃了 所以也是蠻方便 哈囉大家的野餐就是我是Lubi 我是小葉 今天呢是好舒服早餐系列的冰箱集 我們要來做的是南瓜餅 是比較像那種傳統小點心 那種裡面軟Q軟Q的那種 南瓜餅 反正南瓜其實我不太愛吃 但是如果把它做成這種南瓜餅 是蠻香的 而且會越咬越香 那個南瓜的香甜也都會跑出來 而且南瓜它本身的營養價值是非常高的 對 然後你多做一點放到冰箱 你早餐的時候只要拿出來稍微涼麵煎一下 就可以吃了 所以也是蠻方便的 配一杯植物奶 這樣子營養就蠻酸的 好 那今天要準備的食材有 南瓜 糯米粉 跟白糖 沒了 沒了 那我們就開始囉 開始吧 好 首先呢 我們先把南瓜去皮 然後把它切成薄片狀 越薄越好 先取我們要的南瓜的大小 對 那這邊要記得把南瓜子也要去掉 南瓜子去掉可以做堅果 然後切好薄片之後我們就放片鍋 用外鍋一杯水把它蒸熟蒸軟 然後打開之後呢把它拿出來 把它倒到大碗裡面 用叉子把它倒成泥狀 然後打開之後呢把它拿出來 擋成泥之後啊 我們加入白砂糖跟糯米粉 那糯米粉的話要分次加 因為每一顆的那個南瓜水分都不一樣 所以不能確定要加多少糯米粉 對 所以我們這次食譜也是參考值 大家就是分次加然後攪拌之後再看 欸 它不黏手之後就可以 拌到差不多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用手把它揉均勻 揉到它不黏手的時候 變成一個麵糰的樣子就可以了 怎樣是差不多 就是不黏手 然後你碗裡面的乾粉都沒有了 就都融進去之後 然後已經不黏手之後 就是完成麵糰 南瓜麵糰 我們現在呢準備一碗 芝麻 黑芝麻 白芝麻都可以 我現在是準備黑芝麻 然後呢 把剛剛的南瓜麵糰 捏一點點 捏一個球狀 然後把它搓成圓形 搓成圓形之後啊 就把它放到芝麻堆裡面 整個裹均勻 要小心喔 不要像它粗手粗腳 不要把芝麻都撒出來 我試試它調皮 火菌之後呢 再放到手上把它稍微搓一下 讓它壓進去 然後壓進去之後呢 就在手心把它這樣 壓扁 1.5到2公分 好這樣 這樣吃起來比較有口感 外面又可以堅持善善 然後它裡面就會QQ軟軟 然後就把它放在盤子裡 好 都做好之後啊 我們就準備一個平底鍋 倒入一點植物油 我們現在就把南瓜餅 煎到兩面金黃 放的時候每一個稍微分開一點 放的時候每一個稍微分開一點 這邊有一個注意啦 就是你煎的時候 用小火煎 小火慢慢煎 會有點像 炸地瓜球的時候 就它會慢慢慢慢有點這樣 碰碰碰碰碰 就會讓它裡面慢慢受熱 它中間就有點鼓起來 要翻兩三次 翻的時候 對 翻的時候就要翻個兩三次左右 慢慢讓它膨起來 封起來聲音會怎樣 好像在拍那個西瓜有沒有水 對 見到它膨起來 然後你筷子壓的時候 它會馬上這樣 啾 彈回來 就好像在裡面有空氣了嘛 它就會馬上這樣彈回來的時候 就可以起鍋了 就可以吃了 真的好像地瓜球 嗯 沒有 很膨 開動 好香喔 煎的時候就很香 我覺得稍微涼掉啊 更好吃 香氣更濃一點 它外面煎到這樣 焦脆焦脆的 然後搭芝麻的那個香氣好棒 有一點點 薄薄一層是脆脆的 然後咬上那個芝麻的時候啊 南瓜的香氣跟芝麻的香氣會一起碰出來 然後芝麻是有很多油脂的 反正香氣會飽出來 可是裡面的口感我覺得很酷 滷滷滷滷的 然後又會慢慢化拍 對 又會慢慢化拍 好好吃喔 南瓜做成這樣我就會吃 但是如果南瓜像倒成泥 或是整塊的我就不想吃 可是這樣我就會吃很多 如果你比較 搞剛一點 你不是把它用成麵團的時候啊 可以塞一個 紅豆餡 對 塞一個內餡進去 然後滾成球再壓 要這樣煎 很好吃喔 味道真的很好 剛剛就已經偷吃了 因為其實我們做的那一盆嘛 其實可以弄好幾片 每顆南瓜的水分不一樣 所以你那個糯米粉 其實它沒有一定的公式 你用到稍微不黏手了 你自己覺得那個手感什麼OK 糯米粉比較多的話 可能吃起來就更Q一點 然後糯米粉比較少的話 它就更容易化開 其實都是不一樣的口感 但沒有說好或不好 你可以試試看 自己拿捏 然後我剛剛說的就是做起來放冷凍 你就是剛做好 還沒有煎之前的那個樣子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冷凍庫 然後要吃的時候就拿回來煎 用那個烤盤子給它一層一層一層這樣割開 然後它隔 它隔一下 肉米粉粘 而且它真的是越調越像 好厚 如果有一點點內餡 我覺得會更多層次 光這樣就不錯 這樣就很好吃 這樣就不錯 因為我覺得有內餡會吃的會膩 就像這樣甜度剛剛好 它也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就是一個簡單的小點心 記得要小火 在煎的時候一定要小火 然後它慢慢的膨 慢慢的膨 它也可以稍微壓一下 讓那個空氣出去 然後再慢慢回來 裡面應該會有更會更膨 就像那個地瓜球一樣 好好吃喔 嗯 好吃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影片到這邊 朋友記得幫我們訂閱還有開小鈴鐺 不要忘記追蹤我的Facebook卡 Ijo 掰掰 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